寓意解经和经意解经有什么不同? 这个题目呢,我上午的时候跟一般课程里面也谈到了 寓意解经,它是针对字句解经或者字面解经 他认为这个经文在文字表面之外有更深层的意义 所以呢,他就追求这个在我们看来一般读一句话就可以明白的意思呢 他觉得不对,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当然他们解经不是这个意义 我就是形象让大家理解,没有那么简单 一定有更深的意义 在文字表面的意义之上有一些超级的 我们可能前面谈到了犹太人解经或者天主教解经 有字面的意思,有什么肉体的意思 有灵的这层意思,更深的意思 所以寓意解经一般是针对字面的解经 字面的意思,然后赋予文字不直接超越文字的意义 比如说我中午吃了汉堡 一般的人理解啊,他在说他中午吃了什么 吃了汉堡,时间中午他吃了汉堡 那就理解了呗 但是寓意解经呢 中午象征着人最旺盛的生命的时期 如日中天嘛,是人生最巅峰的时期 吃呢,肯定是什么领受 汉堡呢,就是可能某种丰富的财富啊 或者知识啊等等 总之我就举个例子哈,可能不太贴切 就是总之脱文字的,脱文本的 在文字表面意义之上 和文字直接要表述的意义 甚至相差甚远的 这种微妙的某种关系 然后那种意义哈 所以我用比较贴切的这个 我个人喜欢用的这个形容的方法 就是看图说话哈 寓意解经不是你领受的圣灵更多 所以解出来的更悬,往往是更依赖的是 做读者的想象力哈 看了这个文字,它要影射到 或者联想到某种意义哈 所以今天呢,不太鼓励寓意解经哈 圣经里面使徒们用的 我们就接受就好了 因为这是有圣灵漠视的 至于我们呢,我们尽量避免这种寓意 但是不是说绝对禁止哈 历史上,教会历史上 我们可敬的这个奥古斯丁 老师呢,奥哥呢 他也是比较喜欢寓意解经哈 而且历史上也有这种寓意解经的流派 什么所以的 总之呢,在这里要慎用 大家学习讲到学习解经的时候 尽量避免寓意解经哈 除非是圣经里面 新约作者对旧约做了一些寓意的解释 我们就照着讲就好了 但是慎用寓意解经 因为有可能是强 把我们的意思,把我们的猜想,我们的想象力强加到圣经的作者没有表达的那个经文里面哈 那经义解经呢 所谓的经义 我们说格林多书信里面 字句叫人死 经义叫人活 实际上那个原文里面 经义是圣灵哈 那个字句是指律法哈 当然这个律法不是纯职律法 是当我们试图去遵守律法 按着礼去做的时候 实际上是死哈 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守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称意 所以要靠着圣灵 那如果在解经的方面呢 那个经义就是圣经作者或者圣灵末世圣经 原本要表述的意义 也就是说圣经真正的意义哈 经义 所以不是灵义哈 了解圣经文本的真正的本意 那我们就涉及到试经学的功夫了 这个背景啊 文脉呀 原文啊 文法呀 或者说就是神学解经啊 这一节经文里面 我们在诠释文本之后发现作者的意图里面 最终我们要看 这个作者这段本文对我们传递怎样永恒的真理 所以御义解经和经义解经不同呢 御义呢 更倾向于这个想象力 脱文本 跟表面上经文的意义完全没有什么那个特别紧密联系的这样的解释 然后经义呢 是严谨的按照文本的题材文法背景等等 去发掘作者要传递的那个真正的意图 所以这个是经义 我们现在来讲东西 像东西 拜托 神学 大家